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390期 唉 我的兄弟 为何非要走到这一步呢 永恒建筑探险 挥动无形建光迎上 轰轰轰的 两大盖世圣主开战 这太可怕 虽然只是两道残魂 但是虚空都被生生的撕裂 就好像是洪荒末日要来临你们 吞天冠 荒神之主冷红 头顶的土冠顿时绽放出了混沌气息 将永恒建筑给挡住了 双眸盯住了秦晨和思思 只是两道目光盯视 就让秦晨感觉肌肤都要炸裂 乾坤造化玉碟 秦晨催动了乾坤造化玉碟 顿时恐怖的空间之力弥漫住 遮蔽住了这方空间 乾坤造化玉碟乃是顶级空间之物 无惧荒神之主的目光 嗯?这是什么空间宝物? 起码是圣主宝物 竟然能挡住我的围啊 哼 荒神之主冷哼一声 一手探处 瞬间就来到了秦晨的跟进 有星辰般的巨大 要将秦晨连同乾坤造化玉碟 生生地抓涉而来 大哥 你为什么非要背叛我们呢? 九尾心狐 雄心猛地杀了回来 漫天常为百动 形成了一方世界守护 砰的一下 他来下了荒神之主的攻击 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们吗? 荒神之主动了真怒 嗡的一下 陡然间 整个祭坛开始发光 一股恐怖的吞噬气息 萦绕而出 遮天壁 顿时 秦晨感觉自己体内的精血 则要离体而出 成为祭坛的养分 成为荒神之主的力量圆圈 并且 正在突破的陈思思 也露出了痛苦之词 住手 永恒建主怒吼 他回见 一道豪光耀眼 天地之间 便只剩下了浓烈的剑气 仿佛一尊帝王出游 所有人都只有跪地朝拜的份 无尽的剑气永恒 穿透了岁月 永恒存在 永恒建议 但是 荒神之主无惧 他宁拳相迎 砰砰砰 剑光与拳气碰撞 惊要毅力 他是荒神之地 防御力 盖世惊人 同级别无敌 连最可怕的永恒建议 都无法撕裂他的防御 双方对拼 只见到永恒建主的身上气息 越来越露 他眉头紧皱 现在的他 只剩下了一缕残魂 修为跌得太厉害 在这祭坛和吞听罐的消磨之下 他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永恒 九尾仙胡 也是焦急的 美眸之中 有着担忧 毕竟 他只剩下了一道残魂 照这样下去 一旦残魂消散 他们将 根本阻止不了荒神之主 永恒 雄心 何苦呢 荒神之主冷漠说道 当年你们阻止了我 如何乖乖地完成我的大业 本座恐怕早就成就至高 拯救天界了 说什么废话 来战 永恒建主战意如智 他和穷仙留守这里一晚 就是为了阻止荒神之主 此时此刻 他只有轰轰烈烈的大战一场的豪情 哪怕燃烧自己 也是无怨无悔的 荒神之主没有说话 只是催动头顶吞天罐 有岁月洪荒的意境流转 原本我还想留你们二人一道意志 但如今只能彻底将你们毁灭了 只有毁灭烈化了你们 本座才能更强 荒神之主 森然 永恒建筑和九尾仙湖 都是怒发冲天 想不到 荒神之主这种时候还执迷不悟 然而 他们两个人联手 也无法阻止荒神之主 亿万年的岁月 荒神之主比他们恢复得更多 他们已经是全力以赴 但是荒神之主操控祭坛拥有吞天罐 他们怎么能匹敌呢 先将他们两个送出去 永恒建筑说的 要先将秦城和陈思思送出去 天真 你们送得掉吗 但是 荒神之主却是冷笑 祭坛之上散发着迷茫的混沌气息 封锁这一方天地 根本不给永恒建筑 送走秦城和陈思思的净 永恒建筑和穷仙 眼神绝望 他们一生纵横 什么险情绝境没遇到 便是当初 荒神之主设计吞噬他们 危机关头 也能被他们化解 将对方的阴谋毁于一旦 然而 现在 他们是真的没有退路 亿万年的努力 最终依旧是异常空 该结束了 荒神之主霸道而出 尊者的气息弥漫着 仿佛触摸到了那无敌的境界 红龙立场 就在这时 秦城杀了少 手持神秘袖剑 悍然斩来 他催动灵魂力量 引动神秘袖剑之力 顿时 神秘袖剑上 倒倒阴冷的气息爆炸 狂暴地斩了过来 嗯 永恒剑主和穷仙 同时向着秦城看了过来 觉得他此时的状态 有些不太正常 此刻的秦城 全身气息狂暴 双眸血红 颠狂无比 那神秘袖剑之中 仿佛有什么东西 要复活过来 是 那是 那位大人的气息 永恒剑主一阵 恐怖的袖剑刺来 荒神之主冷横 秦城身上的气息 虽然变得十分的诡异 但是 他眼里 依旧和渣渣没什么区别 所以 他抬手 就是朝着秦城转来 扑斥一声 可随即 荒神之主惊怒交加 秦城这一剑 竟然伤到了他 他的手掌 竟然是批出了一道裂痕 隐隐之间 仿佛就要崩溃了 这是什么力量 荒神之主 难以置信 虽然他只剩下了一道残魂 并没有当年 无上的真身 是以意识力量 在战斗的 但是 也不应该 被秦城这么一个 喳喳伤到 这是神秘之剑中 塞溢出来的力量 荒神之主 盯着秦城手中的 神秘袖剑 看到秦城再度劈开 顿时 催动头顶的土罐 轰的一下 土罐中 混沌气息萦绕着 竟然是挡住了 神秘袖剑的气息 好小子 竟然能伤到我 不愧是我 看中的肉身 荒神之主 用吞天罐 震住了秦城 而后 大手朝着秦城 抓事而来 住手 永恒进主 和穷仙 惊怒的上前阻止 但是 荒神之主 催动祭坛 立刻 镇压住了二人 同时 他的大手 已经抓住了秦城 这具肉体 本作药了 荒神之主 冷笑 一股可怕的意识冲击 直接抱拥而出 巅峰圣主级的威牙 一瞬间 冲入到了秦城的脑海 要将秦城的灵魂 泯灭 占据他的肉身 翁的一下 在这秦军一发之际 秦城的脑海中 一本神秘的古书出现 古书绽放着 璀璨的光芒 绽放出了 万界永恒的力量 这是什么 古书的力量之下 荒神之主的意识 顷刻间支离破碎 发出了凄惨的惨叫 就是这个时候 原本目光浑浑噩噩的秦城 双眸之中陡然 暴射出了一道经 乾坤造化雨蝶 秦城猛地催动 乾坤造化雨蝶 演化出了一个 无尽的黑洞 黑洞之中 一股恐怖的黑暗气息 涌动而出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怪物 要从那无尽的虚空之中 走出来 那是 那是 永恒建筑和穷仙 都震惊地看了过来 只觉得那无尽的虚空中的气息 让他们震惨 下一个 轰隆的一声 无数的触手 从乾坤造化雨蝶之中 暴涌而出 根根黑色的触手 疯狂地舞动 疯狂地席卷向了 荒神之主的残魂 是万界魔术 万界魔术 专门克制灵魂 能吞噬万物 当初能吞噬 阎罗圣主的残魂 自然就能够吞噬 荒神之主的残魂 无数的触手席卷而来 荒神之主心中 顿时涌动起了一丝 强烈的恐惧和危机 圣主人物 感知敏锐 他瞬间明白过来 眼前这无尽的黑暗触手 绝对是能够伤到他 惊恐之中 他疯狂地闪病 同时要催动吞天罐 阻挡着无尽的触手的包裹 时间本源 他早就料到了这一切 瞬息之间 就催动了脑海中的时间本源 翁地下 恍惚之间 有可能是一顺 也有可能是万分之一的 那一个刹那 天界的时间 骤然暂停了一下 而就是这一顺 就已经是足够了 翁地下 万界魔术无尽的触手 瞬间将荒神之主的残魂 包裹在了中间 荒神之主被困 万界魔术之中 顿时痛苦地撕叫起来 他的残魂被万界魔术束缚中 愤怒地挣扎 想要冲破万界魔术的束缚 但是 没用 在乾坤造化羽蝶和万界魔术 双重束缚之下 荒神之主的残魂 根本就无法征途 收 秦辰催动 乾坤造化羽蝶和万界魔术 轰的一下 无尽的力量 将荒神之主的残魂 瞬间收入到了 乾坤造化羽蝶中 在乾坤造化羽蝶之中 荒神之主的残魂 更加是无法掀起波浪 惨叫声中 奄奄一气 只剩下了一点残魂灵光 但是 这一点残魂灵光 却是最难磨灭 秦辰也不着急 催动乾坤造化羽蝶中的岁月之力 连同万界魔术和乾坤造化羽蝶 将这荒神之主的最后一丝残魂 彻底镇压在了无尽岁月之中 和那阎罗圣主的残魂一起 被囚禁在了乾坤造化羽蝶的身处 屋底下 外界失去了荒神之主的控制 那吞天罐和祭坛瞬间平静了下来 这 不远处 永恒禁主和穷仙 看着这一幕 已经完全懵掉 之前他还在绝望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眨眼间危机解除 秦辰依靠一个人的力量 镇压住了荒神之主 这种强烈的反差 让他们简直都要抓狂了 这可是荒神之处 巅峰盛主 已然是窥探到了一丝 尊者境界的天界顶级强者 就算是只剩下了一道残魂 依旧是无比恐怖 一念灭世界 轻易就能泯灭一名天圣的灵魂 可现在呢 永恒禁主和穷仙 差点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两位前辈 现在危机解除了 已经没事了 两位前辈 大可不必燃烧残魂了 秦辰吐了一口气说道 这一次 比当初闫罗秘境中 收服万剑魔术那一次更加凶险 关键时刻 还是古书发为 震慑住了荒神之主的意识冲击 否则 仅仅是那一击 秦辰的灵魂就要被破灭 那万剑魔术都没有机会施展 但最终秦辰还是赌赢了 哦 永恒剑主和穷仙还有些发愣 半赏才回过神了 有些骇人 你刚才施展出的无数触手是什么 似乎有些像是魔族的力量啊 永恒剑主和穷仙心中都是一理 如果秦辰是魔族呢 两位前辈 那的确是魔族的一件宝物 不过那魔族宝物已经被晚辈寄恋了 而且晚辈是纯正的人族血脉 还请两位前辈不要担心 秦辰知道他们担心什么 立即解释 永恒剑主和穷仙 这才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其实啊 他们也能看到 秦辰是真正的人族 倒是陈思思有些诡异 明明是人族血脉 却似乎是掌控了某种可怕的魔道规则 不过 之前那种情况 他们根本没得选择 看来 天河后浪推前浪啊 我们两个的确是老了 永恒剑主和穷仙对视了一眼 都是露出了苦笑 不过 这也让他们无比的欣慰 至少危机解除了 而他们两个也可以安然离去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相互拥在一起 彼此面带微笑 身上残魂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显然已经快要进入到化道状态 与天界的规则融为一体 从此 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但是 两个人心中却是没有任何怨恨 有的只是能在一起的欣慰 两位前辈 或许晚辈有办法能让两位的残魂继续活下去 秦晨突然动 你有办法 永恒剑主和穷仙愣住